你好 我是李挪亚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老中新闻 旧金山有部分可负担房屋的租金 竟然比市价还贵 为什么呢 可负担住房和传统房市的市场波动无关 根据租金资讯网站Apartmentlist的调查发现 旧金山的房屋租金从疫情爆发以来一路走低 到目前为止跌幅已经达到了两成期 一房公寓过去的平均租金是3500美元 现在已经跌到不到2000美元了 但是在此同时可负担房屋的租金 因为不受房屋市场影响 在疫情期间依旧不动如山 新闻局以外关心 最近有家长正在发起罢免旧金山学区委员的行动 旧金山联合学区因为一连串的政策争议 引发家长不满 包括44所学校被除名 名校洛威尔高中招生改革 以及迟迟不肯重启的校园争议等等 都让许多家长任无可忍 学生家长成立组织希望发起公投 更改宪章 让交易委员会的从民选改为委任 旧金山现任的七位教育委员当中 只有一位华裔委员 为了推动学区尽速重开校园 让学生返校上课 旧金山市府一撞将学区告上法院 旧金山许多私立学校已经重开 但是公立学校还在上网络课 新闻局来看 疫情重创美国经济百业萧条 但是科技业却逆续成长 Santa Clara Zamatil Alameda南部 还有Santa Cruz北部 整体就业率大幅下降 零售业 餐饮业 酒店 艺术 娱乐 交通 个人服务等行业 就业率都下降了一成五 但是以创新为主轴的科技业 包括信息产品 信息服务 电脑相关产品的科技公司 却在矽谷 逆续成长 就业率总数增加了1.8个百分点 科技业在疫情中丝毫未受影响 人们对矽谷服务的需求量 在疫情期间反而急剧上升 矽谷最大的科技公司继续对外征裁 总部位于矽谷的15家最大的科技公司 人员编制增加了3.7个百分点 不过相较于全美的科技业 矽谷的就业市场 成长速度却相形缓慢 反而有专家信心的说 经济反弹可能会很快 矽谷的经济将会轰轰烈烈的复苏 感谢收看 再见